一言大S闪电宣布在婚男 和团体窟窿成员聚聚业 前婆婆张兰对此的反应也备受关注 张兰先前就被问过抚养权的问题 但当时她表示不愿意眼睁睁的 看着两个孩子跟亲生妈妈分开 直接说到如果你婆婆把孩子强行拿走了 你愿意吗 认为不应该把小孩从亲生母亲身边带走 坚持将不会争取小孩抚养权 此举获得许多网友赞赏 但21日她在直播间疑似情绪崩溃 直言自己离婚后独自抚养王小菲八年 一讲到孙子更激动落泪 网友则是刷留言狂问 你的两个孙子要回来吧 她一开始视而不见继续介绍产品 没想到越来越多网友洗版留言 张兰无奈回忆孩子都在台北 我怎么样根本要不回来 我跟小两个孩子在我身边 接着更情绪激动落泪表示 人要懂得感恩不能太过自私 最后还在直播中说了这句话 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赢 知道吧 也陪网友猜测 这是不是在对大使喊话 再度引发讨论 最后一集